在石家庄 要说古村古迹的代表 那当属景形 可要是论起古代城市 那就必须要说一说正顶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 是在石家庄正顶 正顶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 但是其中最吸引我的 还是正顶的城墙 其实我们也知道 有城墙的地方并不多 一个地方但凡有城墙 也能证明它在曾经的地位是不低的 今天呢咱们就一块去看一看 正顶的古城墙 在秦始皇时期就设置了恒山郡 在前面的视频呢 我们也讲到了恒山和常山的变迁 讲到了真顶与原市 作为县制的更迭 东汉以后真顶 就可以说是如今 寄中平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了 就包括现在的石太铁路 在最早的时候也叫正太铁路 到了宋元时期 民间就有花花针定府 锦绣太原城之说 所以在春暖花开的时节 来到正顶 我们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花花针定府 古代城市必不可少的就是城墙 正顶的城墙始建于北周 后来陆陆续续都有修建 和西安南京大同的城墙一样 最终成形包砖 以一种威武的形态 保存下来的大多都是明代修复的 正定城墙周长24华里 属于府级规制 设置了东西南北四座城门 东门叫营旭门 南门叫常乐门 西门叫镇远门 北门叫永安门 我们看正定城北门的遗址 夯土包砖 独具名代的特色 在广场上保护起来的残垣断壁 也都能让我们直观地 感受到历史的沧桑 到了东门 城门修复的雄伟壮观 往南北延伸 我们能看到的更多是夯土 有的是历朝历代的产物 有的则是明代的城墙被扒了砖 但无论怎样 每一处城墙都记录着正定独有的辉煌历史 如今正定最热闹的当属南城门 正定的南门修复得最为完整 远眺胡托河和河南岸的城市 新与旧在这一刻交融 既能感受到城市的活力 又能体会到城市的底蕴 正定的古城墙和西安 大同平遥最大的不同 就是并不能完整地走上一圈 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做成这样的修复 也让这里的旅游能更有规模 在正定古城墙的包围之中 就是正定古城 古城里保留着大量的古迹 这里也有古建筑艺术宝库的别城 在空中俯瞰 我们能看到正定有名的四塔 能看到荣国府 还能看到赵云庙 还有一座接着一座的花园 正定在辽金时期 多经战乱 反复一主 却依旧能保留下金带木质弥勒佛像 北宋牵手观音等一大批文物 也算是一个奇迹 如今的正定就像是一个大花园 最关键的是 停车非常方便 而且还免费 特别适合自驾游